大家好,我是拉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Twitch、BB還有Discord 今天要來介紹靈蘭之劍的手遊風格 遊戲玩法、角色推薦、材料 因為真的有太多資訊了 一部影片講不完 讓我之後再慢慢進行補充 靈蘭之劍是可以支援PC以及iOS、Android的手遊 玩家帳號也支援跟平台互通登錄 遊戲定位屬於革命式正統派的RPG 那影片中的畫面是大師使用PC版本所錄製的 畫質非常好 靈蘭之劍主要有三種遊玩方式 分別是交錯的世界、魚者的旅程、命運的螺旋 交錯的世界主要是刷一些材料 像是角色技能需要的守望軍章 或是提升角色等級的公共經驗 魚者的旅程 可以想像成是一個主線任務的概念 遊戲中有很多東西需要通關魚者的旅程關卡 才能慢慢解鎖開放 像是解鎖交錯的世界中的實戰訓練 或是進階試練等 所以大家 魚者的旅程一定要先去完成哦 命運的螺旋 算是一個多桌木、多路線、輕度的文法 那玩家可以獲得不同的同伴 學會不同的技能 在小鎮也會獲得不同的發展 可以透過自己的選擇來改變劇情的發展 那在其中會有招募、訓練、斷照、派遣、出戰的系統 以及完整的故事線 也可以把培養好的英雄帶到命運的螺旋中 在新的週末中使用並繼承技能組 在旅店可以使用招募來獲得新夥伴 那可以透過資金去招募夥伴 那資金可以透過委託完成關卡 或是派遣獲得資金 在訓練中可以讓角色進行戰鬥經驗訓練 完成訓練時獲得經驗值來促時升級 技能訓練 完成訓練時獲得該角色技能3選1 特殊訓練項目 特殊生命強化 生命值提高20% 受到治療效果提高20% 各位可以讓想要優先讓自己喜歡的角色接受訓練 讓角色慢慢的變強 療養則是恢復各個角色的活力值 派遣 派遣傭兵護衛商隊 可以獲得少量的資金 接下來介紹靈蘭之劍首額的福利 開服完成新手引導之後 首抽必得傳說角色賣殺 在完成7日任務之後 可以獲得傳說角色拉維葉 並開放新手抽 30抽必得傳說角色 開服送30抽活動 加上各種無門檻任務獎勵等 新手期可以獲得約60抽的福利 而抽卡價格為15元一抽 綜合出率為2% 抽卡設置有保底機制 同類型的抽卡活動呢 保底可進行累計 角色只要抽一個就可以刷碎片了哦 再來介紹靈蘭之劍 職能類型的克制關係 粉碎者克制防禦者 突襲者克制粉碎者 防禦者克制突襲者 守望者克制毀滅者 靈蘭之劍目前推薦抽的角色 我自己先推兩隻 第一隻是抽伊蘭娜 職業所望者 還有技能王女的祈願 效果就是讓一名以行動過的角色 恢復在行動 能不抽嗎 第二隻可爾職業突擊者 那你想要的是一隻輸出角的話 那就是可爾了 可爾有一個被動技 是無中暗影 效果是自身有一次閃避 持續一回合 成功閃避的話 會瞬移至對方聲扣 造成100%的物理傷害 並再次獲得閃避 持續一回合 遊戲中首抽會獲得SSR賣殺 以及完成七日任務之後 會獲得SSR拉維葉 這兩隻大師都推薦可以練 來簡單介紹拉維葉的技能吧 職業是粉碎者 個性是五星的效果 是傷害提高25% 行動開始或是反擊時 80%的機率恢復40%以損失的生命值 並獲得微薰 每回合最多生效兩次 微薰的效果是增益 爆擊率提高30% 受傷傷害降低10% 可以疊加 拿維葉的普通攻擊 造成85%的物理傷害 擊退目標兩格 可以擊退目標的話 不就可以把敵人擊退到懸崖下 又或是把炸藥桶打到敵人身邊了嗎 相當的實用 備用技能滾開 當被主動攻擊的時候 會進行反擊 造成對方70%的物理傷害 自己有微薰的buff 則擊退兩格 每回合最多生效一次 攻擊技能 獵風屠戀 順發 選擇自身十字範圍內一名敵人 衝鋒到其身邊 並造成30%的範圍傷害 之後技能變更為獵風操縱斬 技能保留兩回合 擁有微薰時攻擊後 對目標施加反應技禁止 持續兩個回合 獵風超重斬 造成140%的傷害 目標沒有一個減易 傷害提高10% 最多50% 之後該技能變為獵風屠戀 獵風回旋斬 對自身範圍兩個內 所有敵人造成50%範圍傷害 造成傷害後 對目標施加物防-2 持續兩回合 繼續攻擊 再額外造成50%的範圍傷害 再來是賣殺 職業是防禦者 個性 五星的效果是擁有格擋 受到傷害降低20% 行動結束時 會治療場上生命值最低兩名 己方的生命值 回復20%以損失的生命值 這點真的蠻不錯的 當場上的隊友生命值低下 剛好可以來個吉祠宇 被動技能守護 替自身範圍兩個內的所有友軍 承受物理攻擊 發動時防禦提高20% 每回合最多生效一次 用來保護特殊的NPC 或是刺客補師這種友軍 還有一招的輸出技能 賣殺衝鋒 可以選擇自身實質範圍內的一名敵人 衝鋒到其身邊 並造成130%的傷害 擊退兩格 雖然賣殺屬於防禦者 但這道的輸出技能我還蠻推薦點的 因為也有擊退的效果 另一個技能也是輸出技 腿部猛擊 物理傷害可以造成120%的傷害 擊退兩格 並對目標施加移動-1 持續一回合 除了可以擊退敵人之外 又讓敵人行動力減-1 綜合以上 賣殺是可以值得投資的角色 總之 拉維耶和賣殺可以好好的培養 相信你們不會後悔的 雖然之間的遊戲風格 一進入遊戲之後 你就會感受到滿滿的像素風格 手遊市場上 有這種像素風格的戰棋遊戲真的很少見 此次也增加了快速按鍵 讓你戰鬥時的速度不會這麼慢 而且當你對你的隊伍戰力非常有信心 在戰鬥時 左上角也可以開啟自動戰鬥模式 另外戰棋少不了的當然就是回溯 雖然說起手無回大丈夫 但總是會有不小心的時候 有這個回溯功能 那你在戰鬥的時候更加無往不利 總結來說 黎然之間手遊 大師認為不論是在網遊方面 又或者是命運的螺旋 都可以滿足玩家的需求 命運的螺旋中 贓募的部分是免費的 只需要花到遊戲中獲得的資金 加上本篇內容 不亞於主機戰棋遊戲的內容量 有超過60小時的內容 可供體驗 港澳台版本目前有救贖 最終審判奧古斯特的末路 三個與騎士團相關的結局 最終的贖罪 新的曙光兩個與法皇國相關的結局 如某些任務失敗 還可能達成孤立無援 永不到來的黎明結局 好啦8月8號黎南之劍上市 立即下載黎南之劍 為這和平世界 資訊連結我會發在資訊欄中 畫面上的QR Code也可以少唷 最後來欣賞黎南之劍的PV吧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直接追蹤在IG、FB、Twitch、BB裡 還有幾次喔 但謎の力を秘めた貴重な功績は 烈狂たちの誹謗を招いた 権力争い、外部勢力の介入、過激化する宗教問題や民族対立 ウェーブランでの暴動をきっかけに イリアの波乱なる運命が幕を開ける 果たして君をどんな旅が待ち受けているのだろうか 攻略",フッ、ウェーブランの注目 もうすぐ着きますよ ほら、見て、 あそこ ふっ フッ ヒーハーハーハー ヒー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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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